由俄中有协俄罗斯文化部和俄罗斯中国总商会 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继中俄建交75周年音乐会 近期在莫斯科隆重举行 中俄各地代表将近1500多人出席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航辉在致辞中表示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日正成熟坚韧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中俄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时期 面临着共同的外部挑战 只要中俄两国肩并肩 背靠背深化协作 就能维持国际秩序 对于中俄两国的经贸发展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周立群则表示 中国已经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未来两国将在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 跨境电商以及高科技产品等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24年 中俄贸易额一到八月份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元 按照这个速度 今年全年贸易额会超过去年 超过2400亿美元 到2030年 中俄贸易额将向3000亿美元的目标迈进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 俄中有协主席梅尼迪科夫则表示 75年来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智慧和创造力 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 双方各领域合作 必将推动两国关系 取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天晚上 俄罗斯红旗歌舞团 奥西波夫民族乐团 和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演员们 共同演绎了花豪乐园 卡丘莎等中俄经典曲目 赢得现场的热烈掌声 凤凤卫视 引力 苏秉灿 王磊 在莫斯科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